2024年7月10日 华裔神经科学家吴英被报道在芝加哥家中自杀 享年60岁 吴英生前在美国西北大学领导着 关于RNA结合蛋白和RNA剪接的研究 他曾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 据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他与中共未公开的关系 他的死是否与千人计划有关 2018年 郭文贵的爆料或许能为此提供线索 事实上 早在1995年 中共就推出了千人计划的先行项目百人计划 为其全球影响力扩展打下基础 故事调的我们中国物理研究院的副秘书长 古东梅的先生王恩歌前北京大学校长 王恩歌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派到海外的最成功的三重身份间谍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界整个蓝金黄的绝对代表 第二偷窃西方技术叫技术间谍 第三个更核心 是打入美国政治经济内部的代表着中共友好关系的蓝金黄的代表 也许很多 有关系的 嗯 我 我 我 的